好,来,各位委员,还有次长署长,各位同仁 我们今天朝野协商枪泡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案 那这已经在委员会有一些初步的共识 然后把还没有共识的条文我们就送朝野协商 那我们当初是决议说我们等待 这个新的可能涉及的条文有委员的版本 然后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启动协商 那目前呢已经有好几位委员的版本都已经进来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协商 那我们先请专门委员帮我们先报告一下 当时在委员会审查的结论 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第四条是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七条也是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八条第九条都是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二十条是当时有请委员另外提案 所以当时审查会没有这个条文 那后来委员陈寅、委员吴立华 吴立华、委员孔文吉、委员郑天才、委员廖国栋等 都个别有分别提案 第二十条之一 委员陈寅有提案 这是真列的第二十条之一 关于渔民的渔腔部分 现行法的第二十条之一 委员赖会员有提案 那陈委员因为新增了二十条之一 所以条号改列为第二十条之二 这是进夫二读的提案 然后第二十五条审查会审查的时候 没有这个条文 那进夫二读案有委员陈寅的提案 委员孔文吉委员的提案 报告完毕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把4789 这几条我们照委员会审查的版本 我们今天就不动 我们协商的话就照委员会审查的结论 我们把新增的条文 做我们今天协商的项目 其中就是第二十条 还有二十条之一是不是 二十条 二十条之一也修正通过了 二十条 二十条之二 还有第二十五条 二十 二十之二跟二十五条 我们今天协商这三条的委员版本 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看第二十条好不好 我说第四条 这边有一个修正的一个条文 因为第四条只有我在提的吧 就是我认为 应该是要把自制裂枪的定义把它摆进来啦 自制裂枪 那自制裂枪 这边我这边是写说 呃 本条例所称枪炮弹药刀屑 还有自制裂枪 如下 那自制裂枪是指 非制裂枪支制裂完成 工作生活或文化既以所用的工具 那这个自制裂枪主要组成零件种类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国防部 及原住民主委员会公告之 那如果是以审查会的结果的话呢 你们是把自制跟非自制 都放在里面 那我们原住民的猎枪 怎么样子 怎么样去做定义 那怎么样保障原住民 猎人这样的一个安全 因为警政署在107年8月16号 你们发布的枪暴弹药刀屑 洗口及管理办法 这个办法呢 你是增加了法律 这个母法没有的限制 你们是依据90年修正之前的 那个条例来通过 就他没有 他的母法没有这样定 但是你的管理办法呢 就把这个这样定出 那对自制裂枪的定义呢 明显的排除了 自制裂枪的适用 然后法院在审查 原住民有关裂枪问题的时候 他的适用上是难以以行的 到底适用这个办法 还是法官依法制为裁判 有限于此呢 本席针对第四条 这个枪炮弹药刀屑管理办法 一定要配合修正 那不知道警政署有什么意见 好来 警政署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有关于自制裂枪的定义这部分 那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在条例里面定 我们建议修正在管理办法里面就可以 因为我们20条里面 已经把自制裂枪的主要组成零件 弹药还有构造 已经有授权了 那授权以后 未来我们定在办法里面会更好 这边是我们做一个说明跟建议 好 来 警政署是接受 原住民可以使用安全的自制裂枪 而且警政署跟国防部也曾经讨论过 自制裂枪 未来由国防部 代为采购进口 还是警政署委托警察大学 去订定自制裂枪的形式 由国防部的兵工厂来进行制造 那现在你们内政部警政署 你又不能接受自制的 这个纳入原住民裂枪入法 那明显是欺骗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嘛 那我们这是邀请原住民立委 这个当时座谈的时候 你们说支持 我们助理去参加你们说支持 现在你们又反对 那言明会可以作证啊 言明会的初期待 你说座谈会的时候 陈市长主持的那个座谈会 针对自制裂枪 你们讨论到什么 可不可以请一下言明会 那个言明会 今天是谁来 来那个 王处长 处长 你们那些讨论是怎么样 讨论的 讨论的结果方向是什么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是那天内政部警政署召开这个会议 主要的子题 其实是讨论如何更安全的 让原住民使用自制的列枪 还有一些管理的办法上面 如何做精进提升 那在会中当然也有谈到说 希望讨论可以朝让原住民使用自制裂枪的方向做研究 这个当然也在会场中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 是 那个孔委员 你再说 因为是陈市长主持嘛 来市长你说明一下好不好 那个你应该很了解当时讨论的 跟委员会各位委员说明一下 那天的座谈会里面 其实部里面也好 警政署也好 都有表达这个开放的开度 就是说对于这个原住民族 在未来使用列枪的部分 那是采制式 由这个国防部去采购也好 去做这个设计 制造也好 那订定规范 我们都是采取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那天几位委员的助理办公室的主任 大概也都与会了 那也都有表达了一些意见 那我们也都请警政署跟渔民会 都把这些意见纳进来 作为未来在不管是做管理办法 或是在研究相关的规范的时候 做作为参考 以上 这样好不好 先听我讲一下 好不好 后面的发言 那个中委员对不起 这样好 空委员跟您报告 我们之所以第四条当天有结论 造型的版本通过 是经过一整天的这个非常胶着的审查程序 我记得当天经过休息协商 然后到最后定案 好像是忙到下午四点 所以那时候空委员可能别的委员会也有事 所以就没办法留在现场 那高精委员 陈英委员 吴委员等等 政委员等等 在现场就比较了解 那个过程 大家心里的痛苦跟挣扎 因为今天空委员再度提出 这个原住民同胞 长期以来心里的痛 所以在第四条 又拿出来 这个我们都感同身受 那那一天 其实包括 高精委员在现场一定 历历如晦 那时候几乎就是眼眶浣红 在争取 那陈英委员当时也真的是 大声疾呼的 那整个过程 我们都 都历历如晦 最后之所以 之所以 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第四条不动 实在是因为这一条 要放进来 制式列枪的合法使用 或者是像您这样处理 实在是行政部门 他们很难很难 就是承受 那个通过以后 所必须承担的行政 跟相关的其他的责任 那如果卡在这一条 就会变成 我们整个修法就卡住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 能够相忍 为了让他顺利 所以才会去决定说 好 把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放到二十条来处理 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也请空文员 能够谅解说 我们那一天已经 大家都痛苦挣扎 到下午四点了 最后做了这样的结论 那我们就还是照着 这样的结论下来 我们放在二十条来处理 好 那另外就是说 空文员这个第四条 把制式列枪 也放进来 当作自制列枪 以这个条文 大家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们行政部门 刚刚在回答 空文员的问题的时候 也实在是太草率 你没有说服人家 没有说服人家 说为什么这一条 这样子定 是比较有困难 那人家怎么会心服 所以这个第四条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版本 它是可以由政府提供 也可以自行独立 或与人协力之 制式或非制式枪支 都叫制制列枪 制式枪支 与他人协力 也可以跟公司协力 跟武器商协力 然后制式列枪 也会变成制制列枪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一条 然后新的条文 重新再去修正这个部分 我看我们是弄不出来 所以是不是请 口委员也体谅 我们就往下走 好不好 制列枪 这个要怎么定义 这个你放在哪里 我们二十条的时候 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二十条 对 那我们先请政委员 来 主席 各位委员 我们内政部警政署 这个 口委员刚提的 这个第四条 事实上跟我提的第二十条 也有关系 这个 我还是要说明 理清一下 这个 上次在审查的时候 第四条 不是说就 大家没有意见就通过 不是 当初是一个协商 是说 到时候在跟二十条 一并的去讨论 所以虽然 那天的协商是叫 委员会的通过 并不表示 这个 我们今天协商 不能 并不是不能 再讨论 还是可以讨论 这个 这个孔委员所提的第四条 对于列枪 要以制式的列枪 来作为一个 这个 这个规定 事实上跟我第二十条 所做的修正的条文 也是牵涉到 原住民的列枪 是要制式的列枪 所以 原住民的制式的列枪 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讲的 事实上 这个日记时代以前 原住民的列枪 就是制式列枪 是因为 这个参考弹药道界管制条例 制定之后 我们的列枪 才被限制为 现在以管理办法 来定义的列枪 而这个管理办法 所定义的列枪 在最高法院的判解 都认为是一个 法 订定出一个 法无限没有规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定义 也没有授钱的 也违反了这个 经济社会文化 潜力国际公约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 在法院一直是 有这样的一个判解 所以 警政署 内政部警政署 才会去委托 中央大写 中央警察大写 中央警察大写 这个委托 虽然它是叫 委托研究报告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 大写 是中央警察大写 而且是 内政部 警政署去委托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 代表着政府机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立场 这个我们应该要有 这样的一个认知 而且 这个 这样的一个委托研究报告 出来之后 是认同 原住民可以以自视列强 来作为列强 报告出来之后 当时的内政部部长 在2017年11月1号 叶俊龙部长 还有现在的警政署 陈署长 在立法院打选 都认为 都承诺 朝往开放 自视列强的一个 方向去推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也不要说 一下子就把它否决掉 因为也没有像 这个那么可怕 因为毕竟原住民族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在这个枪货弹药 到这管制条例 制定之前 我们用的就是自视列强 所以这个部分 也请大家 能够支持 以上 我们当然 也是可以讨论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讨论 第四条 那现在就是说 孔委员版本的第四条 因为 刚刚我说明的 这种种状况 那政委员是说 相关的规定 跟20条有关 那我看政委员第四条 也没有提案 也是提在20条 所以是不是 请教孔委员说 我们是不是就照 这个次序 我们就第四条 先暂时就不休 我们来看第二十条 第四条先保留 然后先讨论20条 看20条我们怎么 等一下再回来 等一下再回来 第四条 第四条先暂时保留 然后先到第二十条 当做自制列枪 这个还有必要审慎 来我们现在看20条 好不好 第二十条 有陈寅委员的版本 吴律华委员的版本 孔委员的版本 还有郑天才委员的版本 跟廖国栋委员的版本 好 我们是不是请 第二委员先表示意见 好吗 来 陈寅委员 我想上次有特别 等一下 我说 因为在过去 在过去 我们对于这个自制列枪的许可 并没有包含这个子弹 跟这个零件的部分 所以我特别提出 要把这个自制列枪的零件跟这个子弹的部分 要一并的纳入 好 那再来就是 有关于这个主管机关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自制列枪可以是安全的 那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希望在主管机关可以会同 国防部跟远民会来协力辅导 在这个自制列枪安全使用的部分 好 那我不晓得 你们在沟通上面 这从上次提出 跟你们建议到现在 中间你们有做了多少的努力 因为我看这个建议条文里面 好像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复 来 因为这个版本很多 然后结构不太一样 我们是不是请每一位提案委员说明完的时候 你们整理一下 看你们怎么样 怎么样意见再由你们来回答 警战署这边 跟那个鱼枪的部分也是一样 对 因为很多很多项 好不好 那等一下每一位委员表示完意见 你们要聪明一点 俐落一点 做一个很好的整理 比较 说明 可否 还有你们的意见 这样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 我们就顺座位顺序 请考问委员 好吗 我那个第20条的修正 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第20条的第一项 我是针对 后面 有一个淡书 就是原住民未经许可制造 等等等等 但不是用之 后面我加一个淡书是 但是首次违反或基于传统文化基于 即非营利 狩猎之用为目的 工作生活 工具之用者 不法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大家都有共识 原住民的猎枪除罪化的规定 就是把它绣在这里 保障原住民猎人 他这个枪支 因为基于传统文化 基于跟非营利 狩猎为之用的目的者 不法 这个在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 也有相关的规定 然后第二个是 第三项 加一个管理 前二项的许可申请条件 管理 这加一个管理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些 其他应遵行事项的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同国防部及 监民会 定之 那第三个修正的重点是在 后面有一项 就是主管机关 应辅导原住民及移民 依法申请自治列腔移腔 并应定期到 原住民族地区 办理相关讲席跟宣导 那最后一个是最后一项 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 原住民自动报告者 就不要再写什么 中央主管机关报经行政宴 核定办理公告期间 这些字都删除 原住民自动报告者 免除其处罚 大概是这样 我第20条的修正 请政委员 有关这个第20条 我的第20条的条文 最主要跟现行条文 不一样的就是 现行的条文 明定原住民的列腔 就是自治的列腔 那我的条文是 原住民可以依第4条 依第4条的列腔 因为第4条 本来就有写列腔 两个字 所以原住民可以依第4条 拥有列腔 包含了这个 移腔 列腔弹药 及其主要组成的零件 这个部分 那至于为了因应 原住民拥有自治的列腔 跟自治的列腔 等于是会这种两种情况 所以为了因应原住民 拥有自治的列腔 要怎么去管理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原民会 跟内政部警政署 一直有在沟通协调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从现在 如果假设 这个会期能够通过的话 那我们就给这个内政部 跟原民会 一年的时间 来订定这个管理办法 也就是这个自治的列腔 要怎么去管理 那内政部警政署 一直希望由原民会 来管理这个列腔 那理由就是 像这个涉及协会的腔 涉及协会的腔 并不是警政署在管理 是交给这个设计协会 去管理 所以这个到底要 要所谓管理 当然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管理应该不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原民会 没有管理的能力 也可以放在拍手 都可以 后世你有多管的 在你还没有完成新建 你相关的枪戒事之前 你先放在这个 这个拍出手 也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来讨论 所以这个部分 我最主要的一个条文 其实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 原住民的列腔 可以用自制的列腔 如果用自制的列腔 这应该是 就是说可以双管 双管齐下的意思 但是很重要就是管理办法 我们给内政部跟 言民会一年的时间 来去提 来去定这个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定出来之后 才正式可以开放使用 这个自制的列腔 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 调文 以上 好 我委员 有提案 两前我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本人第一个部分 先把一个文字误善的部分 做更正 在第二十条 第三项 第七行 前两项原住民狩猎 用枪支及弹药署 知识枪支弹药者 其许可申请条件 期限废纸检查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 后面多了三个字 知识项 那个地方 先做一个更正 那另外呢 提出 这一次 这个第二十条修正草案 主要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 因为针对我们 三月二十号提出的 这个枪炮弹药刀窃管制条例的部分 条文修正草案 我们看到 有一些 我们担心会导致族人 所持的这个自制猎枪 跟他的主要组成零件呢 会有入罪的危险 所以才会联动 想要修正本法第二十条 将主要组成零件及弹药 纳入除罪化的范围 并且想确保 未来修正草案三读 通过施行之后呢 持有自制猎枪的族人 他不会面临到 所谓的一个刑责 那请警政署呢 希望能够在二十条修正 尚未通过 施行前的这个解决办法 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 现行的这个管理办法 对自制猎枪的定义 我们觉得不足 导致我们的族人 在这个法令规定下呢 能够合法持有自制猎枪之余 还会面对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的 司法诉讼案件上 许多检察官的见解 因此学的必须要检讨 原管理办法 甚至希望呢 能够由中央援助民族 主管机关来主则 内政部来协助 拟定一个更周全的管理办法 维护我们族人的安全 跟他的权益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希望 对自制猎枪的安全性 跟管理 在诸多的讨论之外 我们还是希望 反映族人的一个想望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 制式猎枪 让我们的族人 在打猎的时候 拥有一个更安全的工具 那甚至是希望说 如果我们的疑虑 能够对杀伤力的规模呢 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或者是建立从发配 持有到回收的一个 完整管理制度 消除社会上 对于我们这个 猎枪治安的疑虑 因此呢 希望提的这个修正版本 还是希望能够将 制式猎枪另以法律定之 希望在这个母法当中 创造一个法律空间 让各项的配套演绎完成 等待社会达到一定的共识之后 未来呢 有机会订定专法 让原住民族人 能够有一个 法律的授权 使用制式猎枪 那等一下也可以请 警政署来表示意见 谢谢 好 那提案委员都说明完毕 因为廖委员不在 好 那请高津委员 我补充一下 虽然我在20条 并没有提我的版本 但是我对这个 政天才委员的版本 我是共同提案人 大家可以看 因为刚刚主席有才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 那么多原住民立委 在20条里面都有版本在 但是呢 待会呢 请警政署来考量一下 因为政天才委员的版本 有我有廖国栋孔文吉 我们其实都已经有 这个共同提案 接着下来就是呢 吴立华委员 大家看一下 吴立华委员版本 刚刚他已经念到的 就是前两项原住民手链 用的枪支 还有弹药 属制式枪支 弹药者 所以很显然 就是吴立华委员 也就是民进党委员的 这个委员 他也认为原住民的自治列枪 应该要属于第四条 自治列枪的范围之内 所以不管是吴立华委员也好 孔文吉委员 这个天才委员 我们都认为原住民的猎人 应该要属于一个是 合法安全的猎枪 那对于你们的这个 枪炮弹药 刀剑许可管理办法里面的第二条 甚至于讲原住民如何自治列枪 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随便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原住民如何自治列枪 也没有把它训练 然后自治列枪是说什么呢 你只有讲填充物的射出 填充物属于什么东西 枪身种藏是什么东西 根本都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以至于目前 我们有非常多的猎人 伤害自己 其实我们有的猎枪 其实警政署应该有数据 我们并没有伤害过别人 反而因为我们的管理办法里面 讲得不清楚 规范的不清楚 也没有让我们的猎人 让他们的技术再精进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猎人伤害自己的比比皆是 所以因着今天 我们如果有修正的话 第二十条我认为就应该要更清楚 以上我的补充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委员要发表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请警政署回应 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 非常谢谢各位委员的 这个百个意见 那首先要提的是 民众民的自治 自治势列强 这个部分是一个大前提 那这个部分呢 在过去向来 内政部 基于 原住民的文化跟使用枪支的安全 我们是站在一个开放的态度 这是一直都没有变的 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给原住民一个自治的枪支 也是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那但是呢 在非常多次的 包括警政署 包括我们刚刚政治主持的所有的会议过程当中 包括自治枪支的来源 包括自治枪支的种种 非常多的这个考虑因素 包括怎么管理 他枪支怎么来 未来的这个使用的条件 那这些呢 还有包括这个自治枪支 未来的这个牵涉到部分的治安 管理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一直到目前为止 所以有非常多的意见都有 那我们也都积极的在研讨 包括原住民 包括这个法务部 各方面的去讨论 到目前迄今 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共识 那没有完整的共识 也曾经提到 就是像是不是 来源自国外买 或是 或是现有的自治跟自治 两个部分都来并行 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还没有 那目前 目前 原住民比较担心的部分 就是说枪支使用的安全 这个部分过去 也跟国安部也都提列过 那我们是现在在自治枪支的立场 我们初步的这个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所有条件成就之后 我们会来采 未来会采这一方面的来 不排除来接受 赶快来处理这一个区块 那这是自治枪支我们的立场 那第二个要提到 就是各委员提到的 非常多的意见 那汇整出来 共同的意见的部分 包括现在主要组成零件 这次的修法 会不会牵涉到原住民的 主要组成零件 跟弹药的这个 有没有被这 有没有合并在 除罪化的范围 那这个部分大家都有余力 那我们同意在20条 这一次把文文把它订定进来 就把主要组成零件跟弹药 把它摆进来 第二个 现在目前的这个管理办法 里面的自治列枪定义 那都有一些争议 包括实物上的认定 跟原住民自己的看法 都有一些 有必要做修正 有必要做修正 那刚刚也提到说 现行法根本没有授权 自治列枪的定义授权 那我们这次也同意在20条 明文将它的构造 主要组成零件跟弹药 全部明文来授权 然后一次呢 在我们这次的管理办法 授权再管理办法 明定 那管理办法将来要定 自治列枪的定义 一定会管纳 所有委员跟所有的原住民 同这个猎人的意见 我们把它更定周远 来确保原住民使用 这个自治列枪的一个除罪 确保他们能够除罪 不会因为偶遗不胜 遭到这个刑法的这个余力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来同意 那另外就是 提到这个 相关的这个辅导跟 这个目前事实上 各县市警察局事实上都有在做 那如果这个部分 认为不明确 我们也会来 未来会再管理办法 由警察机关呢 或原理会呢 我们来共同 来去辅助我们原住民 使用内枪的安全 跟相关的规定 来增进 这个使用枪支的安全 那另外 对 那手势违法部分 那细节的部分 那个 那个孔委员提到的手势违法 手势违法这部分 我们是建议不要进来 因为手势违法如果 如果也能除罪的话 那就变成原住民 所有的原住民 持有自治电效能 根本都不需要申请 他随时只要 他就全部都不要申请 只要被抓到 就说手势违法 主张手势违法 这个我想是比较不赞同 因为我们了解 原住民只要登记申请 就可以合法持有 那这个非常的便利 非常的便捷 只要登记 他就可以合法使用 这个毫无阻碍的 这个我们要鼓励我们的 这个原住民猎人 能够依照规定来申请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建议 不一定定进去 其他部分如果没有提到的 因为还有其他的部分 好 那你把那个20条 你们提出来的草案 来说明一下 好 20条我们现在原理的草案 恭请这个各位委员参考 就是在20条 20条的第一项 第一项里面 原住民未经许可制造 这个运输或持有自制列枪 其主要组成零件 或弹药 加了这几个字 就把它明确化 把它给除罪了 因为后面的是除罪的一个规定 变成行政法的规定 所以第一项我们争列了这几个字 同时第二项也争列了 包括自制列枪 其主要组成零件弹药 也把它明定 就怕 就重新把它定 让明确 把它这些 这个主要组成零件 跟弹药 来加以除罪的明文 那第三项的部分是 也是一样 自制列枪 鱼枪的构造 自制列枪的弹药 就是把那个管理办法的授权 把它更明确 就是自制列枪 跟这个它的构造 它的弹药是什么 来授权由我们未来 这个法修订通过之后 那我们会立即的 把整个管理办法 就自制列枪的部分 会更完整的 把它定义 然后适合 原住民列人的需求 那主要是 在这个部分 修法 在二十条的部分 重点是在 这几个项目 以上多好 好 来 关中委员 我可以询问吗 你的第二十条 有讲 自制列枪 它的组成零件 还有弹药 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 部长在这边 有讲到 第四条的规范里面 所有的 的枪支 都 包括原住民的列枪 也属于 自制列枪 所以 你可不可以在那边 讲清楚 因为现在 如果不讲清楚的话 你第四条 我按照你的 通过的话 我们原住民的 列人 拥有 比较 安全一点的 列枪的 零组件 我们就会 有刑责 这就是我们 现在猎人 最担心的 对 我现在是 把它除罪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要讲清楚 宁件是什么 弹药是什么 好 我来报告 好 来 谢谢委员的指导 那个 现在的枪支 的主要组成零件 各枪支 的主要组成零件 是有授权 第四条 授权公告 那我们现行法 这个主要组成零件 已经完成公告 其中 列枪的主要组成零件 已经在里面了 当然 那个列枪 就会包括 我们讲的 制式跟废制式 都在 所以 未来的 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自制列枪 其实它也是 列枪的范畴 只是自制 所以它的主要组成零件 会回到 那个主要组成零件 公告零件 不会 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主要组成零件 都是一些 什么枪管 枪声 这些机构 这边都有写 那个不会有问题 适用上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 重复 就自制列枪的 列枪部分 自制列枪的部分 在主要组成零件 再公告一次 没有 就 都同样适用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的管理办法里面 自制列枪 只有填充物的 射击 所以将来会修正 会修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要讲清楚 你不能够说公告 你现在赶快拿出来 好不好 所以我原住民的列枪 是属于 自制列枪 还是自制列枪 是自制列枪 自制列枪 它的弹药 它的所有的零件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合法的 我们 那这个部分 到底有没有 符合我们现在 原住民列人 应该要有的 安全的 先进的 弹药 所以你现在 一直避免 在你的第二十条里面 谈到所谓的 不管是 政天才委员 我们希望 A照第四条 要排除掉 或者是 武力华委员说 他认为原住民的 列人的列枪 应该属于自制列枪 所以自制列枪 你们的弹药 应该就跟原住民的 自制列枪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 说清楚 说明白 谢谢 包委员 列枪在我们列举上 就是列枪 因为列枪 现在如果 现行法来处理的话 变成 现行法本来是 有制式跟非制式 这是我们在修法 把它 把行度提高 把非制式的列枪提高进来 所以它都涵盖在 所谓的 统称的列枪 那列枪的主要组成 因件 目前的法令规定 已经授权 也公告完成了 列枪的主要组成件 包括枪管 枪声 板击 撞针 跟枪击 那这个部分呢 不管是它的 构造 或许有所不同 但是 它的主要组成件的 那个名称 是相同 所以未来这个部分 都会被 原住民使用这个部分 被查到 都被出罪 以上 只要是公告的 全部它们用到 都会出罪化 虽然说你的枪交 自治列枪 但是民间是全部都适用 都出罪化 好不好 来 正面 正面 这个 内政部 还有警政署 还是回避了我们 原住民的立委 这么多人的提案 希望把原住民的列枪 能够 可以使用这个 制式的列枪 因为 你的第四条 无论是现行的条文 跟未来 你要修正的条文 都有列枪 两个字 那你这个列枪 是给谁用 我们非的 不能在第四条 非的要另外一个 二十条 那你这个列枪 给谁用 这个列枪 给谁用 市集学会的 也不是列枪 是别的枪 对不对 所以 当你把这个 第四条 改为字式 增加了字式 两个字 还有非字式 这样的用词的时候 然后相关的行者 就又强化了之后 当然我们的列人 就会受到 更多的一个行者的 可能性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上次修正 包括到上一届修正 原住民一再的反应 那内政部警政署 就是 都没有稍微听一下 何况 是根据 最高法院的判决 然后也根据 你们委托给中央警察 大协 还他也不是一般的大协 是中央警察 大协的委托研究报告 然后部长 署长也都说认同 朝这个方向努力 要去制定 我们现在就是面临 就是要定 既然就要制定 然后原住民的立委 现在都希望 能够有安全的 自私的列枪 事实上 有这个枪套弹药盗解管制条例之前 我们就是用自私的列枪 我们从来没有造成社会的治安 我们从来就没有成为社会的治安 我们也没有拿枪去判国 也没有 不会 那你们在担心什么 可以举什么例子吗 没有嘛 将来大家管制条例 也是最近几年了 才制定的嘛 也没有几年了 那之前我们都是用自私列枪啊 我们都没有造成社会的治安嘛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要请这个 各位委员 能够支持 原住民的立委 来署长 来 空委员 谈到这个第二十条啊 就是自私列枪 自私列枪的部分 你写在这里面 自私列枪 但是自私列枪的第一是什么 你也没讲清楚 那但是呢 照你们的这个办法 枪暴弹药刀线习可及管理办法 什么填充物的射出啦 填充物啦 枪身总长啦 自制仪枪 这个都是非制式的哦 那非制式包括土造 改造 仿造 都是非制式 那我们原住民是不是都能使用 呃 非制式嘛 那这个非制式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嘛 哦 安全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我要谈的 第二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 我已经执行这么多年了 希望你们警政署跟言民会 把那个原住民传统 自私列枪的定义把它定出来 你们今天还是没有 哦 还是没有提出来 这我很遗憾 然后你这边又讲说 呃 这个之后 我们会会同 中央言住民族主管机关定制 现在才开始做 我五六年前就跟你们讲了 你们要针对言住民的 传统列枪 自制列枪 跟言民会 要早一点会商 把这个定出来 应该是这个时候 把那个办法拿出来 我记得我大概是五六年前 就跟警政署不断的讲过 要跟言民会来协商 定出 言住民传统自制列枪的定义 是希望能够把他纳为 自私列枪嘛 保障言住民 猎人的安全是最重要 哦 那 法院的判决 那更离谱了 包括那个王光路 那个事件 因为他 找到了一支 自私列枪 然后法院判决定 既然说 我们言住民 只能使用那种 传统的枪支 哦 那这个这个这个 我觉得警政署 你们应该 哦 现在我们言住民 打猎猎 是不是只能用日记时代的那种 传统的 要用那种填充的 哦 像你们枪帽弹药 这个办法里面所定的 你们这个办法一定要修正 哦 一定要修正 什么叫做 言住民的自制列枪 你的自制列枪 在这个条文里面有写 但是 办法里面 定得很清楚啊 哦 定得很清楚 但是限制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要填充 要什么填充物 这几点 然后第二个是你刚才说首次 违法这个不放在 但是我们言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条 哦 第十九条 除座化的规定 就是说 为基于传统文化 基于非盈利 狩猎 支用目的者 工作生活 公寄支用者 不乏 那我想请教警政署 对这个有 有什么意见 可以刻意说明 再会 各位委员 非常谢谢委员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站在维护治安的立场 我们修改这一次的 相当的管制条例 是着障在台湾的社会治安 因为确实这个 非法的枪械 改造的枪械非常多 所以我们从源头改造 管制跟刑则提高 我们是着重在这一边 所以整个精神 修改的条也是在这边 那原住民在传统上 使用的自制裂枪 还有相关的管理 这个本来就没有涉及到 本案 就是说这一次的修法 当做一个重点 没有 不过委员的意见 我们都有尊重 而且听到了 那我要给委员报告 就是说 这个 很多原住民 他们会 一直一直有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警察 常常去取缔 他们那个自制的裂枪 那事实上是有 没有错 我们承认这个有统计数字 但是原住民的 使用的这个自制裂枪 本来就是除罪化 这个我们法律国家都尊重 原住民他的文化传统 所类 这些传统 都是尊重 所以把这个自制裂枪 才是除罪化 那除罪化的先节条件 就是你要制造这个裂枪的时候 要自制裂枪的时候 要登记 要申请 这个程序才是符合 然后你可以就可以使用 你可以就制造 制造就使用 就一定要有申请登记 那我们所查到的 我们原住民使用 这个枪械 它持有了 这里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 105年到109年 大概这个4年当中 有47件 54人 是单纯的持有 但是都没有登记的 都没有申请的 所以我们才会移送给地检署 那未来他们 就是说 后来他们的是行政法 或是起诉用刑事法 那当然是司法的部分 但是我这里就要强调 一个管理的问题 我们为了让原住民 使用这个枪支 自制的枪支 是除罪化的 我们都已经很尊重 但是这个先节条件 要申请登记 为什么原住民都不愿意去登记 那而且它发生的件数还那么多 我们常碰到 有时候会便宜行事 就叫一下 叫来输用 这样就威反我们这个精神 威反我们这个除罪化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 一个管理很重要 那管理 再下来了 我们委员都提到安全性 没有错 安全性我们也很重视 也都支持 在自制列枪一定安全 那可以保障他生命的安全 也可以保证他周边的 他使用自制列枪锁链的什么安全 所以这个还包括那个组成零件 当初没有规划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20条就把它加进去 把它弄得很清楚 你要组成零件 这些你要购买比较好的 那个零组件 然后加装起来 就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再过来训练 很多委员都提到 训练啊 辅导 这个我们也都同意 有必要去强化 所以从管理的机制 到零组件 要提供给他们 然后再训练 这个都是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20条里面 给他做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这次 整个法案当中来讲 因为我们是取缔非法 制式这些枪支 现在那个 那个操作枪是非常多 非常混乱 在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 未来我们经过 公告 查证 然后要取缔的时候 而且都移送法办 重法的时候 这些可能就会慢慢消失 没有了 那没有如果想要犯罪的人 是不是会要走私 回过头来 会走私一些自私的 会自私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 犯罪 整个这个枪支 自私跟非自私的 可能会有一些 趋势的一个改变 但是无论是非自私 就是 危害治安 危害到人民安全 我们都一定要取缔 那我回过前面我强调 如果我们当初 除罪化 自制的列枪 我们除罪化 我们也希望我们原住民在使用的时候 管理自制要遵守 要很严格 那如果我们采取开放 让我们原住民在使用枪 那个自射的那边更安全 那要进口 这些进来 大家有没有把握 后世以后的管理 要可以更严谨 在教育训练 更严谨 才不会说 都给你 都不 好 就像我刚才强调了 还是有那么多人 不愿意申请 不愿意登记 这个是很现实面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讨论这个 我们觉得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而且很尊重 所以我们如果去讨论这一部分 或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些共识 维吾自然的目的 而且可以达到我们原住民 使用那个自射的枪支 的那个 大家的一个共识 这样这轮 我们再两位委员发言 好 发言完先让我来说一下 我初步觉得处理方式 然后再进行 大家下一轮发言 这样好不好 好 那三个好了 还有黄世杰委员 那吴委员 高金委员跟黄委员 好 我们尽量言简易改 好不好 因为我12点一定要离开 好 谢谢 我想我们刚才一直在 关心定义的部分 其实不外乎就是担心 我们会容易落于立刻入罪 这个部分 所以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20条 跟院板修正草案完的这个七八条 想要请教一下 它的施行日会不会一致 向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因为枪 这是我们刚刚讲过 是因为改造枪泛滥 我们主重 重点在那个治安的部分 民住民的枪支呢 因为它也配合到管理办法的修正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们两个的时间呢 如果是那个第四条 第七条 第八条 九条 修正公布之后 就立刻实行 那另外原住民的部分呢 希望我们赶紧把管理办法定完以后 由行政院来公布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前面其实有提到 是不是在这个20条修正 尚未通过实行前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下解决办法 可以说明一下吗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督促我们呢 各警察机关 对这个部分呢 处理 要怎么样呢 来配合 现在我们修法的目的 因为主要组成已经继续了嘛 所以我们也要求 我们所有各警察机关 不要 要依据这个 这个精神 不要去 去去去取定 但是我还是希望务必提出一个 这个我会进次来修改管理办法 因为24条我们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日出条款 这个我看你们那个第20条的第一项 其实也可以立刻实施啦 原来你们还是可以分项去制定 那个施行日期 你们现在是分条嘛 你们还是可以分条一下 25条的部分我们可以 20条的第一项啊 那个第一项第二项 你现在是自制的那部分 可以延后啦 那个等一下再谈 我们先请两位委员方言完好不好 真的让我决定一下 大家再往下好不好 我有一些solution啦 好不好 来那个高经委员 谢谢主席 我刚刚听完署长这样说 我必须要回应一下 你的说法 其实你刚刚说法并没有 解除我们几位原住民立法委员一律 就是在第四条的猎枪 你到底要把原住民猎枪放在哪里 第二个你一直在说原住民的猎人 不愿意去登记 我现在告诉您就是 刚刚正委员讲到了 日据时代我们原住民用的枪支 就是非常先进嘛 它是属于自制的猎枪 一直到了现在有所谓的枪炮弹药 刀剑许可管理办法之后 才把原住民的自制猎枪列为什么 我跟大家念一遍给大家听 在这个管理办法的第二条里面 原住民的自制猎枪是指原住民 为了传统习俗文化 申请人自行独立 或与非以盈利为目的的原住民协力 在警察分局核准的地点 并且依照下列的规定 制造完成工作生活用的工具 然后它的猎枪叫做什么 第一填充物的射出 很抱歉 填充物的射出就是用火 黑色的火药 然后打几敌火 然后引爆 这个也是引起原住民猎人 非常多断手断脚断眼睛的部分 第二个你的填充物讲的是什么 需填充于自制猎枪 枪管内的发射 小于枪管内进的玻璃片 牵直弹丸固体物 其不具自制子弹 以及其他类似具发射体 弹壳 敌火已经火药的定装弹 第三 枪身总长 所以从你的原住民的办法里面 自制猎枪已经把原住民列员 限于就是指在这个部分 再来你说我们要到所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户籍登记所 然后到你的派出所然后干嘛去登记 其实呢在你的管理办法里面 具有原住民的猎人会制造猎枪的 你也没有制定 你也没有辅导 也没有干嘛 所以署长很抱歉 您刚刚把说原住民的很多猎人不去派出所登记 你实在是不接底气 我必须要这么样的跟你说明 好来高天文谢谢你 以上我就是希望警政署 署长刚刚是说五十个人 你们能够清楚知道原住民的猎人 为什么不去登记 为什么现在原住民的猎人持的枪支 跟你们警政署现在锁定的法 有什么样的落差 你们今天如果不再去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原住民的猎人的猎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谢谢 好来那个黄委员 好主席 刚刚听了很多大家的讨论 我想简单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就是说 我还是觉得 原住民要不要用 这个自治列腔或自私的列腔 这个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 但是不要用修改定义的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问题在第二十条 或者是混乱的管理办法 我觉得刚才几位原住民所提出来的是实情 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没有先很彻底的了解 因为原住民使用猎枪 如同我们刚刚很多的讲到 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过去他们就曾经用过 不是像你们手拿出的那种枪 他们现在手中还有持有很多这种 如果你让他们没有办法按照管理办法去登记的话 那你想要的那个高度 纳管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开放这支枪架的进程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我觉得要先 这个包含我们原住民的主管机关也要去了解 就是说你这个规划要有实际上符合现实 它才能够达成纳管率高 纳管率高之后 我们大家当然对于自然的疑虑就可以放心一点 才有可能去往下走 我觉得这长期以来一个套套逻辑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不是用改写枪炮的第一个方式去做 因为这样子就会变成我们在 这个法的精神 我们在管理那个枪炮会有一个漏洞 我们应该是把它拿出来做一个特例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枪械弹药 是原则上全部在那儿禁止的 然后里面有一块是基于尊重原作民族传统文化 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在特殊的条文里面做一个完整的处理 那这个处理包含在法律里面 跟这个办法里面就是行政机关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随时调整的 所以需要去符合实情来做 那做了这么多年那还没有结果 这很奇怪 所以说应该要 那个部分后续不能要快 而且呢一定要贴近现实 我们的目标是纳管率高嘛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现实 就把它全部 纳进来之后才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疑虑 不然你现在 你就要来登记太久了 是来自投罗网 因为你现在所写出来的文字 他们没办法认为说 我现在手上有的这一把是符合你勾顶的 会有这种情形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处理啦 然后另外我 因为我等一下要先离开喔 我先表达一下就是今天有三个附带决议 刚看到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来提的 就是说我们警政署今天 他也很明确的说这个空气枪 文具枪 不在这一次20条之一的这个修正范围内 可是我自从这个文具枪管理规则 这个被大法官宣告违宪之后 我其实这一块是一直有很多疑虑的 所以对现在没有管理规则嘛 所以呢就发生好几件案子 那我希望就是我支持这三个附带决议 希望依照这些精神 刚刚我这个执行的时候去提到的 你们的这个检验的标准跟 经济部这边要有一个一致性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研译就是说 因为不能让这些业者永远都要去到法院去 经过冗藏输送才会知道 他到底做了 还有玩家所持有这些枪支 到底合法或不合法 因为你又把它冰成说那个 涉及的动能跟这个有险性的问题 这个东西在制造之前就要让他可以确认了 不是说他已经投入生产了 然后销售了 然后玩家也持有了 应用了 然后还要一直面对法院的判决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特别提醒一下 谢谢 好 我这样想了 请大家指教了 看可不可以了 当然 署长他刚刚有说明 这次的修法是要把那些改造枪支 罢管 然后强化刑则 这是为了治安 但是因为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本席恒卓说原住民委员们 对于原住民使用枪支 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明明需要处理 有事实的问题需要处理 所以我特别就开出这一条路 说好 我们赶快等20条进来 我们赶快再来把 这个原来这次修法没有要处理的课题加进来 所以是这个过程 那现在 我们还是 温暖一点 给警政署一些鼓励 为什么呢 其实有成果 警政署现在拿出来的这个草案 我看其实就是八个字 全面除罪 安全保障 怎样叫做全面除罪 怎样叫做全面除罪 现在我们的第一项把零件弹药 这些可能轻易触法的部分放进来了 所以在自制猎枪的部分 过去可能触法的这部分 现在都除罪了 那安全保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三项 就是很重视的这个安全问题 就是自制猎枪要怎么做 谁负责 教大家来做 怎么做 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他们扛起责任了 扛起来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入法了 好 要由 这个主管机关 好 汇同 原住民主管机关 去定办法 要教大家怎么做 规格要出来 所以 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算是有成果 那当然大家关心的 制式猎枪开放的部分 我其实私底下一直沟通 我真的跟各位有人抱歉 就说这次的修法真的没办法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 要不要表决 还是要用共识决 我们要决定这个 好 共识决的意思就是 我们今天大家对于制式猎枪 没办法放进来的部分 我们体谅 那我们就会有协商结论 然后送院会删读 好 那没办法有共识的部分 就是 我们让政党来背书 我们就整合成两个版本 知识列枪放不放进来 我们整合成两个版本 然后送院会表决 这时候就是政党要替大家背书 好不好 那大家决定一下 要有共识还是要表决 好不好 好 好来 空会员 那个刚才署长的答复 有初步来解决我一些疑问 那我觉得就是说 原住民为什么没去登记 怕处罚或怎么样 那这个部分呢 你这边讲说 你们要跟延民会 要定吧 要定 那我这边是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 把实诚给我们 你们跟延民会什么时候 把自识列枪的这些定义定出来 那我这边有加一个管理啊 有一个管理 申请条件管理 这两个字 那然后我的版本在 倒数第二项 那你们将来这个自识列枪怎么定 你应该要定期到 原住民地区办理相关讲习跟宣导 你们仔细看我的版本嘛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第三项 这个我的诞书 一定要定进去啦 就是 那个我们这个会同 国防 你还要找国防部耶 不是只有延住民主委员会 还要找国防部 这个这个是我在这边 我想说不要说 就就照内政部协商的意见来通过 你们仔细看一看 我们委员的版本 你们可以纳入的 现在就可以直接讲了 那第四条自识列枪的定义呢 我增订的第四款那个部分 自识列枪那个定义那个部分 就可以不必增订了 但是第三项 我的诞书一定要增订进去啦 那其实呢 我在这边也跟署长反映一下 你们的保机跟森林警察 为了要调查 原住民是否犯那个森林法的案件 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附带搜索 附带搜索 然后查获未登记的原住民列枪 你们就直接把原住民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 那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 希望署长能够注意这问题 好好 私底下在跟我讲这个 但是你们实地看一看我们的版本 版本有哪些 你们说你们要跟研民会来定支 那然后国防部可能要纳进来吧 这几个机体的建议 好谢谢啦 谢谢那个孔委员 第四条可以说就是 处理到只剩下最后一项 怎么修文字啦 那我们第四条就这次就不修 然后把第四条看怎么用文字 表现在第二十条啦 好不好 这个就决定 那现在请政委员好不好 这个刚才署长 提了好像 不没有理解到原住民的优历 原住民之所以对第四条很优历 就承证你刚刚讲的 我们这么多的原住民的猎人 他不去登记他的猎枪 这么多 比例很高 那我们现在通过了第四条 这些人就他的行责又更重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历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历 所以他很难通过 很难符合第二十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增加了构造 增加了构造好像对我们有利 不是 就跟刚才前面一样 就因为 这个不符合第二十条 然后又 第四条又增加了非知识 知识的用词 然后相关的行者又强化了 我们触犯的机会又更大了 然后没有构造的时候 还有法官 还有法官会以 你们的定义 是法无的 没有法律的授权 我们还有机会赢了 我们还有机会赢了 现在加了构造 我们就更没有机会赢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痛 你们无法感受我们的痛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我的建议这个赵伟 因为今天是协商 而且不是委员会 那今天 没有这是正式的协商 我知道 我们都有对外转播 对对对对 我的建议这个因为原住民立委的这几个提案 要当第一个要谢谢赵伟给我们机会 并案送出来 但是我是建议 这个你们能今天大家看起来很难有共识 是不是就拜托院长来再协商 我的建议是这样 那个现在就是请教大家 收纳院长那里去最终 还是要整合成AB200 也没办法每一版都表决 所以我在现在就是处理到说 我们来整理AB200 一版有制式的一版没有制式的 因为孔委员这里的抱脚无期限 跟首次无罪 我想我们就不处理 因为那个太可怕 也不是太可怕 就是说他们也没办法 那我们就不处理 但是原住民记忆传统的话 那个文字 所以我本来是这样想 假设我们愿意有共识 我们就来修今天官方的建议版 我们就不必表决 免得叫政党来表态这件事 然后再删一次这个原住民同胞的这个问题 就是政党表态说 制式列强要不要开放 会变这样 那如果我们不表决想要有共识 我们就来修 把大家的意见看怎么整合进来 以这个官方建议版为主 我们就可以不必表决 如果大家真的坚持要表决 那我们就把它整合成AB200 那AB200的文字怎么写 我们礼拜五再写上一次 这样好不好 我是建议警政署 针对第二十条 第四条 那我该讲 第二十条 第四条是弹书 我后面的弹书很重要 那个自治列强主要组成零件种类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国防部 及原住民族委员会公告 那个就看他们要怎么 那个公告就公告了这个弹药 还有枪管什么那些 那个因为圆明会要依据这个 要定进去 才能够跟你们警政署来协商 所以我说这个弹书很重要 那第二个呢 就第四条的第三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第二十条 这个管理的部分啊 等等 也定期到原住民地区办理相关奖学 那个又附带结议没有关系 但是原住民基于传统文化基于及废应律 那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条有定 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把它纳进来 对因为那个 好就是说其实要谢谢孔委员们他已经同意就是第四条 我们不做整体的修就是把最后一项那进来啊 就写在写在第二十条嘛 因为那个孔委员他很care国防部的部分 那你们警政署我今天 我今天很注意那个组长一开始讲的那个部分辅导的部分 你说原明慧和你们 然后你就没有讲到 讲到国防部那之前你自己又说我们警政署没有技术没有办法辅导 所以我才说那你们会同国防部一起 所以你今天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你是漏讲了 刚刚漏讲喔 不是排除他们 所以所以这个会同会包含国防部 把他写进来啦你现在只有写会同 把国防部也写进来嘛 对对那这样孔委员 就更保障安全了 对对那孔委员他们说国防部有进 有那进来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 啊我也可以放心了 对啊 所以我说你们看你们版本你们说只有跟延命会 我是这边我的版本是说加国防部 没有孔委员那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 那还要去用制式的来表决吗 还是不用我们来用官方榜来修 我是建议不用官方榜来修 就是说我们你们现在因为你们还有时间再整理一下文字 把我们的版本内容再看一下 好礼拜五 那怎么处理方式我就问我们内政委员会的意见 对啊那至于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因为呃我们确实这次的修法 要去管理这些非法改造的枪支 那呃当然呃原住民其实是受到波及啦 我们不应该是跳起来的一群但是我们却焦虑了 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呃不要一直 请警政署不要一直让我们活在过去恐恐惧的世界里 好那我们希望能够往前走 那所以也希望在这次修法 呃要这个到公布施行好之前有有一个缓冲期嘛 好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缓冲期多久 那我请原民会请请警政署都全力强力的来宣导 好那该不法的绝对不法 你也要出场好要讲清楚那也鼓励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赶快补登记好这个部分请你们务必好要好好的宣导 然后做到好这样好我我我刚刚跟叶委员分享一下心情啦 因为其实治安在警察同员的身上责任蛮重的啦 所以制式枪支到底要不要开放的部分 好我就去求情拜托叶委员 能不能说话好那到底我们要让政党就制式枪支去表态来表决 还是说我们再忍忍痛好我们用附带决议或其他的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第三项保障安全国防部也进来 好那我们就用共识的目标来迈进来试看看 这部分那叶委员觉得可不可行 谢谢赵伟其实我觉得这条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不可以漠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们民住民同胞的 他们在整个传统文化上他们的需求 那其实我对我们刚刚黄世杰委员的那段话 其实我是很有感的 当署长刚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人可能没有去登记等等的 我觉得政府你要做好一个管理要有一个善治善治的一个理念 你要让他们知道守法 守法其实是一个社会或是传统文化继续维持的一个非常最大公约数 如果法律有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管理规定上面出现了一些障碍 那是我们公务员的责任 那警政署可能对于原住民族的需求没有办法完全掌控 这是为什么上次我们在招委在主持那次修法的时候 其实我也提出了一个临时的修正动议 也希望原住民委员会能够在整个我们这个枪炮弹药 对于从我们原住民的角度上面 他们需求是什么 能够充分的能够把它反映出来 然后警政署才可以 所以就在从这个社会治安 我觉得跟传统文化不应该是背道而驰的 能够并行的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要让原住民的同胞们知道说 我们没有想要把你们打成这个违法者或犯罪者 一定要让未来的整个管理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真正的实况的需求 然后也方便他们能够守法能够去登记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保障合法取缔非法 那也不能够让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人 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去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如果说他们要真的 我们如果是开放的制式枪支 会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那利用其他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必须 我们有一些防备的措施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赞成 刚刚孔委员所提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域那边弄一个弹书出来 不要整个去全面把这个制式的这个枪支开放 我跟他们的20条的第三项看怎么整合成文字 对 来高金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立场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原住民的猎枪 真的就不应该在枪炮弹药管这条子里面 所以呢 郑天才委员还有我 我们其实有提出了原住民的猎枪或猎人的专法 但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被排到 但是现在呢 那个 招伟或者是署长你们所担心的这个治安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尊重 但是我必须要再强调 警政署内政部你们长期以来真的 默示原住民立法委员一直不断的要求你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直都没有 我必须要先谴责 接着下来我要讲的是 20条的部分 是不是建议招委这样子 我们请警政署跟其他原住民的立委沟通一下 整合一个院版跟原住民委员的版本 然后送到这个院长那边去协商 好不好 我的建议 所以你还是建议要表决 我刚刚听起来大家是希望不要表决 好啦 你既然要表决的话 我是 蛤 她说要表决啊 她说要弄两版啊 另外你是说要写成两版 两版就是不一样 就只在自私猎枪写成两版 委员版跟他们版就是要表决啊 我们就讨论一下嘛 也许我们会在那个协商场合 因为我们也必须 我要送去给院长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你们弄 弄两个版本给院长 不要全部送院长 她等于要重新协商啦 我刚刚律师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几个原住民立法委员的版本 我们整合成一版嘛 嗯 好不好 对啊 好了 好了 好吗 那就礼拜五再开一次啦 好 来 那我们现在就看20条之一好不好 好 有常委员你还要修吗 这个应该就不用真定了 好 那我们就不许真定 那第二十条之二 二十条之二那个官方是说就建议呃 审查会的意见嘛 就是原来审查会二十条 二十条之一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二十五条好不好 好 来 第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我刚刚这样整个听下来啦 就是公布施行日期 呃 当然有分分开嘛 但是你分开不要把第二十条全部延后啦 二十条的第一项赶快马上实施 让他除罪化啦 好 那个零组件啊等等的啦 好不好 你就是从第二十条第三项之施行日期外 对不对 重点是第三项嘛 你的一二项你要赶快让人家死 这样好不好 委员 好 我觉得这个委员刚刚有提醒 那所以二十五条 我们就把实行日期用相次好 来区分好 就修正通过好不好 好 现在呢 离十二点好 有半个小时啦 好 我们决定一下 我们要整合成两个版本送到院方去 大家这个整合写减本的时间 是要用两天礼拜五再来开 还是用二十分钟现在写看看 有没有办法 你们有办法吗 还是要礼拜五来开 我是建议给警政署 你以为我还要再开 就是刚才第二十条 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你们再把它看怎么样 那我们礼拜五再来看一次 那我们礼拜五再来看一次 那附带决议 这三个附带决议官方都同意 现有的这三个 是吗有意见吗 好那你们去沟通 那礼拜五再处理附带决议 但是请那个孔委员 我看你那个倒数第二项 可以做附带决议 你的那个二十条的 先导那个可以做附带决议 你写一下 后面其他委员要附带决议 也礼拜五一并提出来好不好 能不能这样子 那个康委员 郑天才委员版本 你也是共同提案人吗 廖国栋也是吗 要不我们就用 这个郑天才委员版本 我还是希望 就是我们我的版本还是 因为我的版本跟郑委员的版本 第二十条有很多不一样 没办法啦高经纬 因为郑委员不见得要知识下去表决 不见得 还是让他们去沟通 礼拜五再说 第四条那个最后那个弹书 第三项弹书 我坚持要列在第三 那我们礼拜五找时间 做第二次协商 我们就原则上 做整合好不好 那我还是再次就是说 恳请各位委员 我们还是要往正面来看待 这一次的修正啦 因为警政署确实 已经把这个过去轻易 荣誉处法的零组件 也被这个法办的这个部分 已经给他也全面一体除罪化了 那另外是也要求他们 跟国防部云民会一起扛起来 要赶快进行自制列枪的制造规格 弹药等等这些部分要去修法 来确保原住民同胞的安全 使用自制列枪有所依循 而且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那这两点在这次修法到今天维持 我们官方能够做这样的精进 我们基本上还是正面看待 那今天还有没有委员要补充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很感谢各位委员 我们的协商算很顺利 那我们礼拜五再择棋 再召开协商 好谢谢